记者杨新会台北报道,西门红楼老旧,前年8月整体建检,全面修缮,去年11月28日修复完毕,台北市议员王洪威、吴市政、王威中、丽耿贵方今天,3日,在文化局局长中永峰陪同下到西门红楼勘察,议员们认为十字楼屋顶与整体建物不搭,要求修整, 中永峰陪诺会开内部会议,年底会完成整体规划,在明年提出预算再度修整,西门红楼的主体为八角楼和十字楼,立耿贵方和吴市政都认为,十字楼的屋顶和整体建物相当不搭,破坏建物美观,吴市政要求文化局赶快编预算,先将外观弄好,这是门面,屋顶这样真的很难看, 请文化局一定要规划经费,申请预算,而且要立刻进行,王威中说,他觉得文化局在官网上可做新闻推广,扶植这些文创小商家,他认为可以在官网导入这些文创业者的网站,帮他们推广,这才可以帮助到店家,在这部分文化局可以做得更好, 西门红楼即台北市电影主题公园总监赵串林说,之后会改善网站,增加线上勘镜功能,上网就可以看到红楼内部状况,推广方面,现在也有和观传局有密切合作,像是邀请网红来红楼直播等等。 文化局说,在2002年投入资金修上时,仿效国外玻璃屋修正十字楼的屋顶,虽然透光性不错,但在夏天会有点热,而且外观确实和红楼不搭。 钟永峰也承诺将会立刻规划修改十字楼屋顶的事项。 钟永峰说,他认为议员说得很合理,目前会先了解建筑师当初为何会这样设计,现在该如何调整等,在年底前规划好,应该可以编入到明年的预算。